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、新闻发言人彭华港张新社,10月15日上午10时,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。 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、新闻发言人彭华港介绍中央企业2018年签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,并答记者问。 在回答记者有关,国企会不会借此机会大规模兼并或者避购民营企业担忧的提问时,彭华港表示,有媒体反映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,造成国务民退现象。 事实上,这只是在当前环境下,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,是国企和民企互会共赢的一种的市场选择,不存在谁去谁去的问题。 更不涉及意识形态。 此前,有报道者,今年以来,A股市场平线迷转了股权的上市公司。 有位引人关注的是,有24家民营上市公司,前后被国有资本接盘。 这是否意味着国际民退引发热议? 对此,彭华港在10月15日的发布会上表示,要坚持用两个毫不动摇来认识,来把握国企民企的根本关系,长远关系。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,毫不动摇鼓励,支持,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 这两个毫不动摇,已经写入了宪法,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把握国企民企关系的根本原则。 此外,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向的,也是双赢的。 彭华港介绍,目前,中央企业下数个集资企业,三分之二,都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企业。 近年来中央企业推进受身健体体制增效,减少11651户企业发人,其中2618户将控股权让度给民营企业。 他还举了中国保五旗下的保钢器系的例子,虽然引力情况好,每年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0%,已成为行业主要竞盯者之一。 但是由于不属符合集团发展战略,也感染给了民营资本控股,国有资本,国有企业的结合腿,都是基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,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市场化行为。 彭华港说,下位问答全文。 记者,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,关于国企和民企的各种议论比较集中,民企反应贷款融资难,融资贵,有人担忧,国企会不会借此机会大规模兼并,或者并购民营企业? 请问国资委对此如何评价? 想请教一下,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,与民营经济实现共同发展? 谢谢,彭华港,关于国企、民企,一直以来都有这样那样的议论。 我想,对这方面的问题,可以讲三句话。 第一句话,要坚持用两个毫不动摇来认识,来把握国企、民企的根本关系,长远关系。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,毫不动摇鼓励,支持,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 这两个毫不动摇,已经写入了宪法,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把握国企、民企关系的根本原则。 一方面,我们要看到,国有企业地位重要,作用关键,不可替代。 另一方面,我们也要看到,党中央力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,要把两个毫不动摇,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过程。 第二句话,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向的,也是双赢的。 我们推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向的,既大的引进来,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,也积极走出去。 鼓励支持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,同时,这样双向的改革也是双赢的。 国企民企都不可能只是赢家或者只是输家。 两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,坚持平等互利,也是互补原则,实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赢的。 从实际情况看,目前,中央企业像数个集资企业,三分之二,都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企业。 近年来中央企业推进受神剑体体制增效,减少11651户企业罢人,其中2618户将控股权让度给民营企业。 中国保护旗下的保护器体,虽然引力情况好,每年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0%,已成为行业主要竞盯者之一。 但是由于不属符合集团发展战略,也感染给了民营资本控股。 第三句话,国有资本,国有企业的接合退,都是基于增询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市场化行为。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,国有企业战略性重足,一直以来都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,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,就是以市场外导向,以企业为主体。 有进有退,有所为有所不为,目的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,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。 有媒体反映国资超比深购民资上市公司,造成国家民退现象。 事实上,这只是在当前环境,像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,是国企和民企互会共赢的一种的市场选择,不存在谁计谁退的问题。 更不涉及意识形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